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遭受一系列强烈地震袭击的国家 F1卡塔尔大奖赛现场直播 卢萨尔的冲刺比赛更新和时间 工党将强制政党公开候选人多样性数据 民意调查预测工党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其中12名内阁部长将失去一席 习拜登峰会可能在计划中 它能产生影响吗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遭受一系列强烈地震袭击的国家 未报 阿富汗西部发生了6.3级地震 随后发生了4次大雨震 震中靠近该地区最大的城市赫拉特 附近的省份感受到了地震 没有关于伤亡或损害的及时信息 阿富汗容易发生地震 特别是在星都库什山脉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 该国已经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F1卡塔尔大奖赛现场直播 卢萨尔的冲刺比赛更新和时间 英国独立报 马克思 维斯塔潘 Max Verstappen在卡塔尔大奖赛上获得了岗位 因为他接近了他的第三个世界冠军头衔 如果维斯塔潘在周六的比赛中至少获得第六名 他将被加冕为冠军 他通过在排位赛中以最快的时间开始寻求冠军头衔 然而 如果他在周六的短跑比赛中获得三分 或者如果塞尔吉奥 佩雷斯未能进入前三名 那么他在周日主要赛事中的干圈将是多余的 工党将强制政党公开候选人多样性数据 英国独立报 英国工党承诺引入展示多样性进展的责任 要求政党披露候选人多样性的匿名数据 影子平等事务大臣安妮丽丝 多兹表示 工党将利用平等法案第106条来实施该计划 该条款要求公布参选人的受保护特征信息 多兹还承诺将对厌恶女性的行为定为仇恨犯罪 并加强现有法律 确保针对LGBT家和残障妇女的仇恨犯罪受到严厉的判罚 工党的年度大会目前正在利物浦举行 民意调查预测工党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其中12名内阁部长将失去议席 未报 根据民意调查公司Servation的新模型 工党有望在下一次大选中取得类似1997年选举规模的压倒性胜利 该模型表明 保守党可能会失去他们在2019年赢得的红墙中的每一个席位 以及在他们传统的南部势力地区失去超过20个席位 该模型预测 工党将以190个席位的多数赢得选举 工党将赢得420个席位 保守党将赢得149个席位 自由民主党将赢得23个席位 习拜登峰会可能在计划中 它能产生影响吗 南华早报 中国分析人士认为 下个月可能举行的习拜登峰会 不太可能扭转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 虽然双方都渴望阻止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中国分析人士认为 必须满足一定条件 特别是涉及台湾问题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北京指责华盛顿支持台湾独立努力 即使峰会举行 分析人士认为 它也不会改善两国关系 因为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其政策基于遏制和压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从地震到F1赛车 再到政党多样性和中美关系 内容丰富多样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是阿富汗西部发生的地震 这个国家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后 地震给这个困境中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恢复 接下来是F1卡塔尔大奖赛 马克思 维斯塔潘在这场比赛中有望获得冠军头衔 不过他还需要在周六的比赛中保持良好的状态 才能夺冠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他能否实现这个目标 然后是英国工党提出的政党多样性数据公开要求 他们希望通过披露候选人多样性的匿名数据 来推动平等进步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接下来是一项民意调查预测 工党有望在下一次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这个模型预测工党将赢得190个席位的多数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不过我们知道 民意调查只是一种预测 真正的结果还要等到选举的时候才能揭晓 最后是习拜登峰会可能在计划中的消息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 但双方都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改善局势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这次峰会可能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地震的影响是最紧迫和重要的 我们应该关注并给予援助 至于其他新闻 如F1赛车 政党多样性和中美关系 它们也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看待这些问题的不同层面和细节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分析 接下来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